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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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声细腰 口部呈大喇叭形 底部呈小喇叭形 雷 呈酒的大型器皿 形状像糊 有方形和圆形两种 绝 古代的青铜酒具 结盟 会盟 出师 凯旋 庆宫 宴会时 贵族阶层就用绝饮酒 商 酒杯 雨商 外形椭圆 浅富平底 两侧有半月形双耳 考古界一称其为耳飞 开穷颜以作花 飞与伤而醉悦 钟 没有伴的小酒杯 一钟酒 大约三十毫升 六千左右 壶 一种有霸有嘴的器具 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相亲 提问 回答 小胖 你看过木头做的杯子吗 没有 那为什么中国字杯是木头平常 杯子旁边不是有个布子吗 就是说杯子不是木头做的 回答巧妙 奖励杯子一个 谢谢师傅 中华民族讲究器物精美 分门别类 喝酒要有酒杯 喝茶要有茶杯 茶杯是成茶水的用具 茶水从茶壶而来 倒进茶杯供客人品尝 茶杯分大小两种 小杯主要用于乌龙茶的品处 叫品名杯 与闻香杯配合使用 大杯也可直接用于泡茶和陈茶的用具 主要用于高级细嫩明茶的品饮 茶欧分为两类 一类以玉璧底碗为代表 另一类常见的是茶碗花口 通常为五半花形 出现在碗堂时期 盖碗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 中有碗的汉族茶具 盖碗也称三财杯 盖为天 托为地 碗为人 暗含天地人和之意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做你有杯子呢 你为什么送过两个杯子 是不是代表杯剧 不是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代表一个杯子 第一个杯子代表一杯子 第二个杯子代表我下杯子还想跟你在一起 老婆 谢谢你 师父 古人这么喜欢杯子 一定也有个相关点故吧 还真有 比如 卑躬蛇影 卑躬蛇影 古汉语中的一个成语 也是一个典故 关于这个典故有两个说法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的一个 东汉时 应称担任县令 有一天 应称请主部杜萱饮酒 请喝酒 喝酒 喝酒 大人 下官还有事要告辞 改日再来喝酒 听见 ?! 想听 干涂 还干涂 你でしょう 仍然 是啊 我觉得 朱老师您怎么了 那天我在县令家喝酒 请喝酒 我在酒杯里 发现了一条小蛇 但是县令进酒 我又不敢不喝 所以我只好喝了 回来后就浑身冒汗 胸腹疼痛 县令可证此事 请问牧主不在家吗 大人 您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病了 特地来看你 实不相瞒 我那天在大人家喝酒 酒杯里有条小蛇 我喝下去以后就生病了 酒杯里 怎么会有条蛇呢 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 查清楚 映辰回到家后 百思不得其解 师傅 墙上挂的公好漂亮呀 嗯 我明白了 有条小蛇 由于光线折射 北面墙上那张红色弓的影子 也有了酒杯 酒杯里有条小蛇 所以杜萱以为是条小蛇 哦 我也明白了 找到问题所在了 来人 立刻接主簿 来我家 映辰派人将杜萱接回 让她坐在原位上 叫她仔细观看酒杯里的影子 你说的杯中之蛇 其实是墙上哪张共的道影 并不是真正的蛇 原来如此 那我可以放心了 嗯 我的身体 好像也不痛了 哈哈哈哈 这个成语是比喻疑神疑鬼 晃字惊扰 毕竟你学到了 谢谢师傅 怎么有两条蛇 今天的中华文明之美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明天19点30 请继续收看中华文明之美 这些都是实际 各自各有用 各自各精彩